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要求這一個 他的最小值 那X是變動的 我們看這個相當於什麼呢 相當於這一點 X LOGX 這一點 跟什麼呢 30 這兩點 他的距離 這個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X LOGX 跟什麼呢 跟這個04 這兩點的距離 這兩點的距離就是 這個減這個的平方 加這個減這個的平方 按開更好 那現在我們看看這一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X 就是 以10為底 LOG 這個就是Y 等於LOGX 上面的點 就是 這一點 就是X Y做標就是LOGX 這一點的話 這一點的話 就是 1 因為LOG1等於0 這一點是10 0 那現在的話 這一點是哪裡呢 這一點就是 大概在這裡 這我們叫30 好 這一點的話 是0.4 0.4 比如說在這裡 這一點是0.4 好 那 這個距離就是 比如說動點在這裡 這一點 就這段距離加什麼呢 加這段距離 這兩段距離加起來 就上面這個 好 那這一段加這一段的話 他一定什麼呢 一定會比這個大 這是三角形 三角形 兩邊之河一定是大 第三邊 那什麼時候呢 這個加這個會最小呢 就是說這一點 落到這裡的時候 當這一點跑到這裡的時候的話 乘一條直線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距離加這個距離最小 那那個 這個加這個距離最小呢 是多少 就是這兩點的距離 就是說minimum minimum的話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兩點之間的距離 就是3-0嘛 這3的平方 加上0-4 就是4的平方 這等於5 所以最小值是5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5